哈囉 歡迎大家收看協志旅行頻道 今天要來介紹百利金的鋼筆 然後就藏在這個禮盒裡面 非常大象喔 那我們今天就來開箱給大家看吧 快速開箱 打開後 裡面還有一個盒子 然後上面就是用這個很漂亮的英文書法寫一個Pallet Com 然後這是他們找的應該是早期的Logo 然後這就是他們的第二個經營者 所以就是整個都還蠻有味道的 然後這個Logo可以講一個故事就是 原本經營者他有四個孩子 所以他就是因為這是蹄虎嘛 他們百利金的Logo就是一個蹄虎 所以他就這邊放四個小孩子 四隻鳥代表他四個孩子 可是現在的Logo都已經因為要簡化嘛 所以現在四個都變一個了 好 這是一個Logo的相關小故事 那我們接下來要來開箱囉 好 這是拉開很像抽屜一樣 拉開後 哇 裡面有一個 一瓶 一瓶墨水 好 四零一墨水 然後上面的這個 標籤跟這個盒裝 其實很類似的一個風格 好 然後上面 這應該是Tint Tint 我記得是德文的Ink的意思 就是墨水的意思 然後一樣 這邊有這個復古Logo 然後這是這個顏色 一點藍色 好 就很簡單 這邊還有用印的 62.5ml 好 這個墨水是挺有味道的 好 那這邊的Logo 就是現在的Logo 就是這邊有一個字子 好 一個小孩子 一隻鳥啦 嘿 蹄虎 那大家可以看舊的 早期的Logo就有四隻 嘿 四隻小鳥 好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來看筆 這支筆是什麼 筆呢 其實還沒開 還沒揭曉 就是 這個是M101N版本的 那個 Red Tattoys 好 紅色戴帽 然後這一支呢 是復刻版 復刻以1937年的筆型來做復刻 然後這是 以1937年來做復刻的筆 已經 這是第三款了 它總共前面有出現過兩款 那前面的兩款 第一款是2011年的那個Brown 棕色 然後在12年有出一個Zizard 就是那個蜥蜊的顏色 然後這是它第三支 是2014年初的紅色戴帽 好 所以是蠻經典款的 那今天呢 就是要來介紹 這一款的鋼筆給大家認識哦 那介紹鋼筆之前呢 它再完整介紹一下 這裡面還有什麼 這裡面還有一個就是筆帶 這個白色的筆帶 然後上面有一個棕色的一個袋子 幾乎百利金的每一支鋼筆都會有 所以它們還很貼心的 然後它再這是它們的說明書了 那其實這種筆盒 你到時候你也可以把它拿起來 然後做一些就做一些收納的空間 我覺得這裡還不錯 所以這個筆盒我覺得不用丟 因為這是類似抽屜的 類似抽屜的收納盒吧 所以我覺得這筆盒還蠻實用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正式進入 介紹鋼筆的階段了 好 接下來看一下這支筆 我們先看一下它的外觀 筆蓋是紅色的 然後筆夾是配金色的筆夾 然後這邊也是金色四環 好 兩個四環 然後筆尾這邊也是紅色的 好 然後在筆蓋的上方 筆 就是筆夾上方有一個Pelicon 好 然後另外一邊是寫Germany 然後頂端這邊有這個它們的logo 然後這logo就是用刻印的了 好 就是刻下去的 好 不是像現代的都是印字的 好 然後呢 再講一下 之前已經有提到它是以1937年的那個 經典造型去去仿造的 所以它外型呢 跟一些像可能是 現在常見的這個Classic系列 好 是不太一樣的 好 可以看到它筆蓋的造型就不太一樣 然後筆夾也是 像它 白粒金的筆夾 常常這個是在仿造 就是以這個蹄虎的那個鳥嘴來做一個設計 好 但是這個的筆夾就是 就是比較跟1937年來一樣 就是沒有特別有這樣鳥嘴的一個設計這樣 所以外觀上是跟現在的這個經典款 或者甚至是帝王款也都不一樣 好 然後接下來要講一下筆身的部分 好 我們把它打開來看好了 筆身的部分 它這邊有一個棺木窗 然後是琥珀色 然後它這邊的紋路呢 就是呈現一個比較不規則型的 直線條 但是是一個不規則狀 會這樣講是因為像它一些 現在的帝王系列或者這支 即使是也是古董筆 但是它的 你看它的這邊的花紋 是就是比較規則的 那這一個的是比較不規則形狀的 好 所以不太一樣 好 然後它這個是活塞鋼筆 那所謂活塞鋼筆 就是它整個這個筆身 都是一個除墨的空間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當你要吸墨的時候 你可以轉動這個朝自己的方向 就是逆時針 然後你看這邊慢慢打開 那裡面的活塞的這個 有看到就會出現 就會往下移 好 然後一樣吸墨方式 就是把整支筆尖 然後最好是超過大概 進墨到這邊 好 墨位的下方 好 然後再吸上來 然後就會吸上來轉緊 然後墨水就會衝在這邊 就可以使用了 然後這個關墨算好 所以就是可以讓你知道 墨水快沒了 就可以再次的 吸墨這樣子 然後這一支呢 可以看一下它 其實算是 對女生來講算是蠻小的 算是還適合啦 假如是手大的人 可會覺得它太小了 那或許你手比較大 你可能就是可以套蓋使用 套蓋使用 平衡感是還好 還可以 還可以 所以要是你手是比較大的人 建議就是套蓋使用這樣子 然後它搭配的這個筆尖是 14K的筆尖 然後上面就是 也是殼有百利金585 14K 好 這一支是EF筆尖 然後假設現在一般的 這是鋼筆尖 這是鋼筆尖而已啦 所以鋼筆尖 這支是2016年的 限定版 好 海保史 藍史的樣子 嘿 好 所以你看看 上面的刻字是不太一樣的 好 這只是讓大家參考 參考一下它的筆尖 然後這支14K筋的筆尖呢 往下稍微壓 是稍微一點點有 可以有一些彈性啦 所以稍微可能會有一些粗細變化這樣 還不錯 就是假如你是喜歡 帶點鞋感 帶點微彈的朋友 這支也是蠻適合你的這樣子 好 大家可以看到這支 鋼筆長度 殼蓋大約是12.2公分而已 那比這個 還比 這個M205的這個 海藍寶石這支 短一點點 好 所以其實這支 並不長 我們可以看一下 單筆尖的話 單筆尖的話 單筆尖的話約莫是11公分 然後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比較一下 還是相對比較長 相對比較長一點 那其實我覺得 白粒金的筆都還 假如真的覺得 你是首大人 都可以套改 因為它 白粒金的筆 像這系列的 其實都不長 就是不會太長 反而套改後 這支就變成比這支長了 好 這大概 給大家 就是比較一下 白粒金本身的 其他系列的鋼筆 好 這是與其他鋼筆的比較 像常見的Lami Safari 就比這支 這個紅色戴帽 長許多 那3716紅旗磷也是 好 這是整個盒蓋的部分 好 這是單筆尖的比較 可以看到 瘦鍊呢 還是比這個 這個紅色戴帽 長蠻多的 那3716跟它就 就是 那個長度就縮小了 蠻接近的 好 那就 給大家一個參考囉 好 套蓋後呢 那 瘦鍊依然是第一名 好 最長的 那基本上 3776跟這個 紅色戴帽就 接近 然後 實際看下去 大概 紅色戴帽比3776 稍微長一點點 好 以上呢 就供大家參考 那希望 這些 一些 比較呢 對你有幫助 接下來呢 我分享我的心得 好了 那我覺得這支 鋼筆就是 蠻具有收藏價值的 因為它算是 復刻 1937年的 那個 經典造型的 鋼筆嘛 然後它 除了這個 筆蓋呢 跟現代 我們常見的這種 形狀 就是外觀造型 是不太一樣的 然後我覺得 多一層 復古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是 還有 蠻有懷舊的 一支鋼筆 而且加上 它的這個 筆蓋的部分 它是用刻印的 對 你看現在 現代版的幾乎 都是只有 印製上去而已 但是它是 真的是刻印下去的 所以是 還保留 就是傳統的那種 LOGO 是用刻印的 一個味道 像我有自己 收藏的這一支 古董鋼筆 應該好像 我記得是1950年代的吧 然後就是它上面 也是刻印的 然後我覺得是 這個也是 有這種刻印的話 覺得是還蠻有味道的 所以它這一支鋼筆是 一定是具有一個 收藏價值 這樣子 然後加上 它的這個鋼筆 筆尖 稍微微彈 微彈 所以就是 假如你是喜歡 穿有一些 鞋感感受不太一樣的 的朋友 我覺得這支 應該也是蠻適合你的 好 然後 對啊 那活塞鋼筆 這個還有這個 觀墨窗 其實是還蠻方便 讓你知道墨量的 所以我覺得 就 對我 對這支的觀察就是 蠻有收藏價值的 然後就是 營造出那種 復古感覺 而且它整組的一個 就是 從剛才開箱 你就知道它是 搭筆 送了一個 一瓶墨水 這瓶墨水是蠻有味道的 然後整個那個筆盒 可以當一個 收納空間 所以這一組算是 算是 自用或者 應該是自用或者是收藏用 然後你送的也是很大方 這樣子 好 以上呢 是今天的分享 那希望大家喜歡這一次的主題 那有什麼心得 或想要講的一些分享 心得感言都可以留言給我囉 那我們學之旅行下次見